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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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蔣老闆, 你們清楚他的底蠢嗎 我最清楚, 人家是南方的大家族 三代為官, 那些錢九代都花不完 人家牙齒當金洗 真金白銀, 無花無假的 蔣老闆, 我也認識他 我現在還叫多壽去請他過來 是不是請你們, 是不是雙倍功前 待會你們三口六面談談他 是呀 這邊請 娘 你們說的蔣老闆是不是他 是呀 不過那天他穿得得體很多 蔣老闆, 聽說你很本事 你又做過米譜老闆, 官老爺和二世祖 還有妓院老闆乞丐我都假裝過 假裝? 假裝? 蔣老闆不是什麼大老闆 他只是一個在街頭賣藝的雜戲人 是榮叔給他錢 叫他假裝大老闆做一場戲來騙你們 他收得你的錢做戲 也收得我們的錢出來頂證你 小人先, 告退吧 榮叔, 原來你騙我們的 我們還這麼相信你 為什麼你要這麼做? 你究竟什麼居心? 他這麼做是因為他欠了很多賭債 走投無路 就做一場大龍鳳想我們幫他還債 你也通通被他利用了 我嗎? 榮叔, 你也很奸奸 量這麼大的招呼來騙我們? 我們跟你這麼久 你敢來出賣我們? 這個月的糧子我會計算給你 鑑金號沒有你的蠟燭的地方 麻煩你馬上走 鑑金號有什麼這麼厲害? 我根本上都無心留在這裡 外面天大地大, 旁邊街又有新開的金號 你怕我找不到工作嗎? 我只是想看你們什麼時候倒閉 對不起, 葉姑娘 行了, 我知道不關你們的事 我不會怪你們 有誰打工的聽到家人工不心動 我也知道你們最近很辛苦 不過無論如何辛苦 都要幫我趕起少府鑑批貨 二夫人, 你大可以放心 我叫齊藩兄弟日夜趕工 一定令你們滿意 只要做得妥當, 做得落力 我保證你們的辛苦是會有回報的 謝謝主人 謝謝主人 兄弟, 開工 開工… 家嫂出舖頭就無費喵 那個榮叔, 你一個虛張聲勢 誰知二兩也不有妙計 厲害 所以說, 猛人不出手, 一出手說不 蛇蟲鼠蟻, 全部走隔不走 那個榮叔壞得沒人有 馬上就變了喪家狗 原來娘一向都心水清 什麼都比她發眼睛 多數都有功勞 有她這個探子 我才可以先發濟人 怎麼樣… 媽媽, 是這樣的 那天我在茶館見了榮叔 約大力叔他們去見那個蔣老闆 我就覺得有古怪 於是就去查探這個蔣老闆的來歷 才揭發榮叔的奸計 說這次多仇就應記一功 要… 我就說, 阿四也應該要記一功 我?我也有功勞?怎麼會 全靠阿四你勸我 拿一碗平安茶給娘親 我和娘才可以誤會兵釋 有什麼大骨肉親情 我也有說句說句 謝謝你, 阿四 總之我們金家有四得 有品德、贏德 我們每樣都行 不過最重要就是母子同心 其利斷金 來…我們又再響為一響 好… 參見羅大人 微臣參見父馬爺 羅大人不必多禮, 請 羅大人大駕光臨 是否想問打造金鳳一事? 羅大人請放心 一切順利 一定能夠這時進攻 大家千萬別誤會 對於鑑金號 我非常有信心 從來沒有擔心過打造金鳳的事 我這次來是受人所託 有些事要找三公子 因為早前我送金佛往少林寺 遇到無塵方丈 他說有些話要託我轉述給三公子 羅大人 不知道方丈有什麼要跟我說 方丈說你在少林寺期間 他叫你擔水 你擔擔一下水 就私事走去掘井 他叫你種香菇 香菇種了 不過之後就拿出市集賣 羅大人 我知道我不對 我仰奉陰為自把自為 但是我已經認罪了 方丈也處罰了我 多數都已經被方丈請下山 他應該不再追究了 為什麼?現在又會舊事重提 我想你們誤會了 方丈託我來並非為追究 相反,他還叫我跟三公子說一聲 謝謝你 謝謝我? 方丈說自從多了這口井之後 大家就不用下山打水 真的方便了很多 但是最值得一讚的就是你種我的香菇 原來非常有益,強身健體 一吋十,十吋百 附近的村民增相上山購買 少林寺因此收入大增,財源廣盡 方丈可以利用這些錢 為百姓輸握解困,救藥扶貧 現在提起多手的名字 少林寺上上下下的人 都說他歌功仲德 好了… 乖孫,原來方丈是稱讚你的 是… 三少爺就通氣人了 除此之外 方丈還有一句話 托我跟二夫人說的 多受雖然不是練武之才 無緣做少林的弟子 但是說起做生意 多受確是一個人才 希望二夫人不要埋沒他的天分 讓他盡情發揮 難得方丈這麼賞識多仇 民府頂邊聯同多受上少林寺 親謝答謝方丈美意 羅大人,如果你不介意 不如留下吃一頓家常便飯 再相聚長談 二夫人太客氣了 本官還有要務在身 要回少府監 犯罪我們擇日再約 本官就此告辭了 那我也不妨礙羅大人了 阿竹,送羅大人出門 庫馬爺,請 羅大人請… 真的猜不到 原來我們三弟賺錢其財 而且還賺錢賺到夠藥扶貧 公職何其彪秉 青龍白虎無作為 曹田仲高顯勝威 當然了,我們三弟一表人才 有財有貌,有雞有補 好,那當然,多仇是我的兒子 甚麼是你的兒子 多仇就是我的孫子 不行,我這個閉一婆今天 一定要譯大家嫂的意思 稍後我就去神流品給大家嫂聽 我要多仇出鑑金號幫忙 正如方丈所說 但是她做生意這麼厲害 怎麼可以埋沒她的才華 一定要讓她發揮所長 好啊 不行 婆婆要去品事,師父也要品 我要向大姐品告一切,表明心跡 望她有怪莫怪 好…我又要跟娘品品一品 告訴她,以後有三弟,我就如虎添翼 你又有品,我又有品 是 不如大家一起去品 來回甘家精神 好 甘家精神,出色過人 甘家精神,很齊心 甘家精神,全家一條心 今天多壽第一日正式鑑金號 無論如何都要拿回好耳頭 大哥、大嫂祝你,頭頭是到 思事順境 謝謝… 不怕家裡窮,最怕出爛蟲 你們文雞喜武煮早點 麻麻見到就心甜 看山珍海醋,要說蜜汁火光 是我親手做的笑口組 取其意頭,當然是笑口常開的意思 沒錯… 謝謝娘 三叔,你猜不猜到這碟是什麼 這味道是松子仁炒麵 蒼蟲就有迎客之意 加上炒麵,就是笑面迎人的意思 說得對,這就是我屎屋妻的 結帳 謝謝大哥、大嫂 那我這碟呢? 謝謝 蔥油餅? 蔥油餅?何其膚淺 它的名字叫燒動顏開 我們做這個餅的時候 就要把我的餅皮用麵粉顏開 然後放豬油,然後再顏開 然後再放豬油,然後笑 都叫做燒動顏開 謝謝二哥 大嫂,人無笑臉別開點 門打開就要笑面迎人 人客有怨對,要笑賣游人 即使買賣不成,也要言笑硬硬 生意場上總會有人笑女藏刀 你要記住,伸手不打笑面迎 談笑用兵又來,都是智利名言 知道 好,說得真好 娘,我多受一定會聽從你們的交道 二娘…就是前面家這麼好 二娘,他們立歪心 雖然他們門口放皮憂 絕對要對手聽渣兜 這麼陰損?娘,他們是衝著我們而來的 設計以小人之心讀君子之福 同行未必是敵國 同行之間一定要互相扶持 不過這樣,知己知彼 乃是營商之道 掌櫃叫保叔 你不要成功這樣 對,很陰險的 好,阿財 阿財 掌,掃快點 好 你們快點,趕著開張 這位是保叔嗎? 你好,我是鑑金號的二夫人 我娘,我二娘 二夫人是鑑金號的老闆 失局… 那問貴寶號… 好話,我們的寶號是頂… 頂…誰頂我? 老闆…老闆娘 是… 精彩王 你卑鄙、陰險、毒辣小人 有天裝、沒地裝、天沒眼 你還未親地臨 你還未曾掌頭上,中井死辣丁 來氣 寒天喝冷水,點滴在心頭 你還有這麼多陰質事觀 你又有人敲門,你有沒有怕 有,知己 是你母女自作而不可活 與人何干? 跟我娘親下去 什麼? 你三隻鵪鶉,真是死靜把口 幼兒娘,幼娘 我以為你有多風光,有多影響 原來不是走來做田房 做人留下了 你老闆娘 當年我丁來氣保護不了娘親 今天我驚熱百毒不侵 你又想害我半分 這三個兒子是我收回來的福分 九都尚者中心主人 爹養你這隻豺狼就不是人 枉你還堂年紅子站在這裡做人 枉你還可以兩眼直視望人 你嚇死肯定做梗材帝 打完就被人扔,不死你我怕 我… 老爺,我只是正經人家 高尚優雅 你應該像潑虎一樣一般見識 對…我們回舖頭 不用管,你就搶頭盔 我做鬼也嚇過李秀雲 做人就激到你衝刀 究竟還沒燒溪錢 還是還沒敗山地 這樣都被我撞到那個潑虎的遺棄 老闆,那個潑虎就是長安大家老志號 鑑金號的義夫人 鑑金號? 不用什麼都知道 一定是用骯髒的手段得回來 怎麼像我白手興家 他那三個兒子 一個是肥頭盔的豬盈入賞 一個是面容枯稿行章入賞 一個是眉髒眼督說話的口疾 總之沒有一個見貴相 等第二天我們頂風戶開張 一定會頂死我 頂死桑家狗 丁老闆… 店舖都已經裝修好,已經打掃了 丁老闆,你還給尾掃了 明天就立刻可以開店了 為什麼這裡釘了金花? 丁老闆,是上次你說要加的 你說這間店舖加了金花上去 林鄭顯得高貴、加勢,對嗎? 你什麼時候說過? 一定是聽清楚 我們做生意一定是白紙黑紙說明 將契約有沒有說明要釘金花? 有沒有改張圖籍? 哥哥,你看清楚他,有沒有 有沒有? 既然你們說沒說過 我叫那些伙計全部拆掉 慢著…你拆得熊熊爛爛 還不用開張? 是呀,不行… 這樣又不行,這樣又說不行 那要怎樣才行? 扣錢就行了 老爺 老爺 什麼事…夫人 老爺,為什麼這裡沒有傷金花? 你哪有說過? 當然有,說明明一定要傷金花 才是高貴價勢的 是呀,都白紙一字寫清楚 你什麼?我們做生意就牙齒浪金 說了就是了 不行…你還要按摩呼 要求錢… 你這樣又扣… 我用什麼連尾鎖收不到? 看來你還要補錢給我 不是,我們要仔細再由頭檢查一次 老叔 是 拿一份圖樣來,逐筆逐筆 好 是 丁老闆,你不是吧? 阿財 是 拿一份圖簿來幫我扣多少錢? 好 阿雲 是 拿一份圓盆來幫我打向他 為什麼有個釘洞? 扣 花的 繼續扣 扣的 真是上了賊船,血本無歸 兩頓好像很不妥 隨時隨地會被破 犯了… 阿菇 阿菇 你在計算什麼? 比較價錢 比較?當然是 旁邊那間新金舖十五開張 他還派金益街坊 我是一個精明客人 當然,哪裡便宜的就哪裡買 你拿金元寶給我 阿菇,金元寶在那邊 一兩次九兩,看你選哪個 來… 好…請… 好… 姨夫人,這個月十五我想請假 請什麼假? 我娘的大壽 你娘半年前就擺了大壽 我還送了金壽桃過去 這次輪到我小娘大壽 這個月十五我想請假? 你又請假? 不是,是桑架,我媽媽去了 你去執金也叫桑市? 就這樣吧,你們個個都拿長假 執完金就火燒期乾長炭,好不好? 二夫人…我想問十五… 請假吧? 這樣就個個都請假他 個個都在旁邊街上執金 隨便看你隨便看 是… 阿菇… 你又怎麼請假? 剛才我們想問二夫人 十五才搞個沒給她看 行不行? 為什麼她會這麼重火? 奇怪 別這麼八卦,回去工作 工作… 阿菇,我也想知道為什麼 我們也想知道 太奶奶,你還是吃完這個好 你知道,大夫人說你氣滑 偶爾氣沖,血氣不暢通,心悶悶 千萬不要吃這些油膩濃味的東西 我說氣老成病,歡樂長命 你別妨礙我吃完就長命百歲了 真的嗎? 二奶奶給我看著你的 那…偶爾吃一兩件都沒問題 媳婦又不在,你為什麼這麼害羞 好吧,有什麼事我承擔不行 媳婦看不見嘛 是你說的 奶奶,你吃什麼? 二奶奶,你有沒有聽我說的嗎? 禍從口出病,從口入 這些肥肉奶奶不能吃 你還讓她吃? 我知道 她是奶奶說想吃的 我…我偶爾喝兩下而已 都說了 站住 她要吃就肥 若然有事,你怎麼擔當得起 我奶奶每晚夜級 吃得肥膩有變堂 餓得太多又暈倒倒 我大夫也說了肌不暴食,喝不暴飲 你要記住才行 我真的有跟她說的 我有勸她不要吃 她還說一力成當天 不信,你問太太 奶奶 不見了 老人當年蚊,好人都激恩 好人 太奶奶… 肥哥一見 你剛才明明說一力成當 現在就我一個人受罪 自家人,不用這麼計較 媽媽…嫂子 過來… 嫂子,今早出不口笑笑口 因為解教剛才回來 好像想虧人似的 我們也想知道 今早娘回店鋪 還特意帶我們 去那間新開的店鋪看 還說要知己知彼 她看見頂豐號的老闆和老闆娘 一出事就一反常態,破口大罵 頂豐號? 媽媽,你是不是知道什麼? 說起來是很久以前的事了 媳婦原本就是揚州人 她爹開了一間金舖叫頂豐號 頂豐號?不就是新開的那間金舖? 媳婦原本出身是富貴之家 她的名字叫來喜 就是她爹希望她為丁家 帶來一位男丁 那…我們是不是還有一個舅父? 就是沒有 媳婦的娘始終生不到個慈姑丁 只有媳婦一顆女兒 幸好他爹很疼這顆女兒 就把金銀座的打金技術 傳授給媳婦 頂豐號就後繼有人了 那為甚麼頂豐號 又會落在外人手上? 丁才王不是外人 他是媳婦的堂弟 當年你外公不幸祖誓 丁才王就反面無情了 說他是後繼母子 丁才王就是家族唯一的男丁 於是他就用這個藉口霸佔頂豐號 那也行 他還冤枉了媳婦的娘勾三雜四 還說要抓她去浸豬籠 這麼離譜? 還沒算 趕了她母女倆出門 以後不准她們回揚州 這麼過分? 就是這樣 她母女倆的家業 就被丁才王霸佔了 當年你外公屍骨尾寒 你外婆又抱病在心 女子的貞節等於男子的子孫根 怎麼可以有一絲一毫的損害呢 她母女倆再沒有面目留在揚州 就唯有離鄉別井 你外婆為了這件事 一直耿耿於懷, 屈住享心 她...她終於一病不起了 娘 娘 來起, 娘看吧 都不行了 不會的 不會的, 娘, 你一定會沒事的 可惜 娘這輩子都回不了揚州 就連我最喜歡吃的揚州特菜 雙馬叔 看吧 都沒有機會再吃到 不會的 我現在就馬上出去買回來給你 你一定要等我 你怎麼走路的, 撞死馬 對不起… 對不起… 老闆, 我想再買個掃柄 你只有一個銅錢, 不夠了 換了, 換了也好 老闆, 老闆 我娘她真的很想吃雙馬桑餅 她救你不行 老闆, 我求求你 你買半個給我也好 謝謝你 好…我怕你, 半個就半個 謝謝… 娘 娘, 我買了, 雙馬桑餅 我餵你吃 張開口 我不要吃 來… 娘 這次大娘跟你爹經相路過 見到媳婦可憐, 她就收留她 大娘看見她心底好, 人品又純 她就拿主意, 立了她為徹 然後又生了多壽理 原來娘有段這麼淒慘的往事 娘 二娘, 你的事慢慢跟我們說了 家嫂, 你不會怪我多厚 怎麼會呢 娘, 你有這麼大的委屈 為甚麼一直都不跟我們說 實在是往事不堪回首 好, 二娘, 你放心 總之我們的兄弟一定支持你 不讓這個無娘夫婦再欺負你 沒錯, 我們一如開奸 頂…頂夫婦, 頂…頂住他 總之我們金家一定支持你 一一要你笑到綠地, 我們支持你 無娘夫婦不會來 我們支持你 自天而書滿地就很歡喜 我對壞人還會支持你 你讓永夜夫婦水起 無來夫婦一定不起 家暴就由我打你 由我幫你實務死 我們…我們支持你 現在我有你來 我心都很歡喜 又是時候響響他 費了一個好時間 老大人, 這對金月老象 是我們鑑金號專程送給大人 表揚大人在上任以來 成功串合了不少對新人 為百姓造福 老大人的善舉實在功德無量 優如菩薩心長 實在是百姓的再生父母 翻生越老 沒錯… 老大人, 這次我和三弟過來 是想向大人提出一個請求 其實我們鑑金號有 皇上預設天下第一金的品質保證 如果能夠將我們的價取金色系列 以優惠的價錢 放在大人的官衙記賣, 你說多好 好… 只要買到多少 我們向大人分分兩成的利潤 大人衙門的庫房 又可以增加儲備, 是嗎?大人 真是好 到時大人你受到朝廷的掌賞 自然觀運亨通 你幫我事, 我幫你, 互惠互利 非常好 如果你們早一年跟我說 就更加好 為什麼? 因為我沒辦法幫你們 又拿不到主意 因為我接到朝廷的兔主 要吊我去崖州 崖州是南兒之地 我知道大人是樊屬官媒 應該任職三年 阿大人你來了一年 他這麼快將你調職 就是了, 好地地調我崖州 找個新的官媒台, 我也有 怕你們的大計 要跟新的官媒說才行 我幫你們… 老大人, 不知道這個新官是何時到來的 輸顏奉公 這樣你幫我們打聽一下好不好 不好 那你告訴我他住在哪裡也行了吧 不行 因為我不知道 三弟, 我要告發你 是因為你送金如老像給老大人 那你就是行賄 行賄和壽賄同樣犯法 二哥, 如果你要告發我 就要同時告發老大人 當然了 三弟, 你有事 老大人也不能獨善其身 但你知道嗎 我知道新官媒住在哪裡 麻煩你通傳一聲 是鑑金號的二少爺和三少爺 想拜會一下官媒大人 好 有勞 拜會就沒有了 拜光就有你們的份 又是你們? 你們兩個無良夫婦為何會在這裡 老爺夫人, 請茶 老爺?夫人? 沒錯, 你們兩個府弟 新任官媒丁有惠是我們的兒子 你們想見他嗎? 別洗子液, 過著吧 你們兩個是新任官媒的父母? 我們夫妻這麼有修養, 這麼有財幹 這麼有地位, 這麼有體面 當然是個這麼加小的兒子 我們就書鄉世代 你們就全身不自在 外婆是勾老, 娘是客夫 幸好他沒有三女債, 否則他… 否則他就被三代遺窗 不過這麼難聽的話 我們不會說出口的 你們兩個謀藥家才 其身不正, 還出口相忍? 就憑你這句話, 我可以告上公堂 我兒子是官媒, 認識很多達官貴人 沒錯, 你好酒了 否則我告你們, 拒絡我的兒子 我們鑑錦浦, 求主求狗 都不會求你們兒子 沒錯, 官媒有幾個世 我們身分都不失禮 三弟, 我們走 過主了 真的不知為何, 冤家一定是路窄的 別說我口毒 這麼無良的夫婦怎麼會有兒子 還要是官媒 往外還花了這麼多心思 打算跟官媒合作 照我看, 這個新任官媒 跟老大人應該一口探 探小便宜, 找好處 看看跟她合作, 未必是好事 最可惡的就是對無良夫婦 開親口也侮辱我娘 江湖規矩, 揍人噎親也不可以罵人娘 莫非今天是破日, 不如出行? 總之就是天有不測之風雲 怎麼辦也沒用 看起來真的有點暈 二哥, 你一氣就見暈 還是別這麼怒氣 我是氣氣, 但還沒到暈 我是說, 你看, 真的有點暈 真的有點暈 二哥, 不如早點回去休息 我就自己回店 也好, 我回店也幫不了手 我還是回去休息 那就快點走 好,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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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妨礙了, 明知自己身子弱 就不要四處走 不走也不知道自己時暈倒 這樣也讓我遇到一個瘟神 對嗎?是污魂 站住 公主? 逐足逃不掉 你竟敢來耳熊留這些衣花之地 你很大膽, 你不是想造反嗎? 冤枉, 大公主, 耳熊… 我剛好路過而已 路過?那兩個時辰之前呢? 去哪裡了? 我…我去茶香炸的品茶 不想你問問他們 我還帶一包蒙地拾過來 打算是後期的大公主 我真是忍不住 大駱馬, 是你不對 誰都知道大公主這麼小器 很小, 這麼小器, 還有一個人 你應該好好珍惜 還有, 誰都知道大公主 心腸很毒, 很毒 換成另一個 一個又小器, 心腸有毒辣的人 你不知道死了多久了 別說我不提醒你 如果讓我再見到你在耳熊樓 方圓百里之外出現的話 多多也不夠你死了, 知道嗎 跟我回府 大駱馬他真可憐 你沒有找到你的 到哪兒去看 我沒有找到到有了 車, 車, 車 車, 車, 車 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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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車 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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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可憐 曹拳, 你算怎麼樣? 找人送一封信給我集當是一段不絕 老大人, 你放手, 抓得我很痛 老大人, 有事慢慢說 你說話多斯文一點 你也是尋開心的, 別這麼多事了 老大人, 我絕對不會跟你去崖州 你死一條心靶 對了, 老大人, 你何福卻人所難 你是不是嫌崖州是男兒偏僻之地 一年到晚都翻風下雨, 又熱又潮濕 老大人, 雖然楚橋出身寒冥 但也尚且知道何謂兩情相悅 你我全無感情, 而你鄉下亦有賢妻 在耳紅樓, 楚橋還可以為你粗琴顯慶 但你要我和你苟且遠走, 萬萬不留 你這個節日這麼絕情? 老大人…天下的女子都對我如天上的繁星 你又何必… 你閉嘴, 你知道我在楚橋身上 花了多少錢?不行 你一定要跟我崖州, 一定要跟我走 走 我不去… 老大人, 你光天化日之下 強搶娘家婦女, 還逼娘為槍? 她已經是槍了 我逼什麼… 是逼槍為娘? 既然有個逼字, 知人家不願意 你身為官媒這樣做, 有失身分 我有失身分? 那你呢?你就是堂堂鑑金號的二少爺 公然在煙花之地看一個青樓裡之雪巷 知何體統? 我這麼多綠, 走得正, 站得正, 怕什麼人說? 更何況, 我是駙馬, 會靠當今皇上 根據大堂律令, 強搶娘家婦女理應處長 你是甚麼? 朝廷命官, 是不是? 那就是… 站…再站… 還說去什麼崖州? 我看來你這次跳崖也有份 就是這樣, 我試探一下他 知道嗎?這種風塵邪花 只懂得利用天天不約探人, 虛情假意 就算他送上門, 投壞送譜 我也不會受騙, 我怎麼會受騙? 謝謝公子仗義相救 小女子熱水酒一杯, 下公子你借過 其實應該是多綠, 多謝姑娘就真的 多謝我? 記得當時我暈倒在樹下 幸好多虧楚橋姑娘拍醒我 否則我已經變成樹下無雲 原來如此 當日我是清風咬, 主要目的為一隻慈青庭 而楚橋姑娘是單身女子 何以會獨自上路 小女子家到中落 打算來長安另謀心計 但是誰知道中途遇到賊劫 父母橫死山頭 我險死橫生半條人命來到長安 但是求助無門, 只會有淒身清留 當日在清風咬遇見公子 其實我正想了結殘生 但見公子尚且掙扎求全 原來我有敢留矮, 尚且偷生 所以就打消念頭 原來如此 原來姑娘是求死, 而我就是求生 實在天意龍日 恐怕是上天事意, 要楚橋命不該絕 所以能夠遇到公子是楚橋的福分 楚橋姑娘嚴重了 其實我這麼多路 無德又無能, 無傷亦無塵 公子紮心仁厚, 實在難能可貴 其實楚橋姑娘 何嘗不是一朵出於污泥而不染的青年 事關機密, 不容有失 萬一事機不密, 我就死了 那公主也欣許你嫁人 但這件事又要上部朝廷 又要等崔太妃點頭 我真的等不及了 反正只是探路而已 反正也欣許你 你不如就找個好男人 男人沒個好 只有一個神主牌, 阿寶姐 沒有神主牌, 真是會變毛主孤運 老公女是這麼說的 他們說在宮中聽到鬼夜哭 就是宮廢的孤運 因為無家無主, 所以夜夜哭啼 寧可信其有 所以快點找回媒人 快點找回名分 我代你找媒人, 沒所謂 但找了十幾個媒婆, 你每個都嫌貴 我一顆這麼咬出有血有汗 怎麼可以讓媒婆毛本身 你謀取暴利 總之你幫我找回一家最便宜的媒人館 哪有大姑娘自己找媒人的 讓人知道真是臭死人的 你在長安無親無故 哪像得我這個錦鳳朝王左右湖發財 非如指今排近身這麼張揚 你也不想看著我變成例鬼 你之前也救過我一次 不搶藥再救一次, 行不行? 我叫五四行, 你說行就行 我們就馬上去尋家媒人館 那走吧 走吧 你去哪裡? 尋家媒人館 這裡就是尋家媒人館 最重要是自便宜 自便宜 我們出了名是平通長安街 姑娘, 你認識這裡 肯定不僅是姻緣道 簡直是有運行 有多便宜, 便宜多少 哪便宜法, 便宜得怎麼樣? 總之便宜得你笑 便宜得你害怕, 便宜得你不信 人家那裡一有光顏就先送椰子 還送花竹、龍鳳皮 繡花枕頭、鞭鞋、鞋和裙掛 你們有什麼要送? 除了剛才你說的那幾樣 我們還送大床 大床有東西也送? 豈止在優惠期間你光顧我 還有終生保證 即是說姑娘, 嫁完要來, 離完 再嫁離離合合幾多次 每次都可以送 而且不成功還不收費 真的? 真的 你們這麼划算, 那就沒得賺 沒問題了, 我們收兩家茶禮 而且因應需求薄利多宵 客路又廣益 如果你是對的話 現在我們還可以安排一位公子 立刻跟你相提 好像快了一點 不快了 今天是優惠期最後一天 過了就沒有了 好, 就今天 阿姨, 但是相提的東西 這位姑娘在這裡好像不太方便 不如你先回吧 為什麼? 緣分的最講求就是一見鍾情兩情相悅 三個人加起來只有生氣, 也不成事 那也有道理 好, 那你馬上安排吧 沒問題, 我們先去準備 稍等, 兩個姑娘 你怎麼這麼快答應人? 這麼便宜, 送大床 最後今天, 當然是機不可失 不過只有我一個人相看 我又不知道怎樣之後的要求 又不知道怎麼說才是… 那就簡單了 這層銀瓶, 有計劃 姑娘, 要你等這麼久 真不好意思 讓我和你們介紹一下 有請丁公子… 這位是吳姑娘 吳姑娘這麼紮實 丁公子你又這麼高大 你們兩個簡直是天生一對 是… 吳姑娘, 你好 他們是吳姑娘… 打擲 этой聲 Panel… 那老一 brill 因為你不喜歡誰 就會點藉名 做得到, 雖然隨你去 如何 視野 的美夢開心都可感染 艷陽照片清風都亂 水也涉甜 就算飛出天邊 離合百千篇閉上眼許個緣 還是有個降落點再遇見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